科沃斯机器人的使命 是让机器人服务全球家庭 其实我们在2000年开始研发机器人的时候 当初我们研发的是一个扫地机器 机器人它对于人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它和人类在家庭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人类 作为我们人类的其中一个 或者说帮手或者说伙伴 其实扫地机器人给我们的一个答案 其实是一条线索是肯定的 其实我们当这个扫地机器人进入家庭以后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消费者的评论和感激 就是说哎呀真的让我解放双手了 真的让我有很多的事 就是这么繁重的事 我可以放开来 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其他的事 就这种感觉其实也是启示我们 我们可不可以除了扫地机器人之外 可以做更多的这样的事 那这样一个使命一旦形成 其实科沃斯机器人这样一家公司 其实就构成了一个我们这家公司是谁 我们未来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为社会到底产生什么价值 科沃斯应该是在业界唯一的一个 用VSLAM和LDS 两个不同的导航系统导航方式 同时跟运动有关的在避障的方面 我们也做了一些很多的研发 第二个核心的就是我说跟清洁有关的 对扫地机器人来讲 它主要就是两件事情 一个是托 一个是扫 大家一开始都是在扫上做动脑筋 做了很多工作 科沃斯也在上面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我们是唯一一家第一个 把托扫作为一体来做的一个公司 第三个在人工智能那一块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发工作 把人工智能把视觉有关的技术 引进到扫地机器人里面去 把人工智能跟视觉 跟扫地机器人的结合 让人工智能来做一些物理识别 和避障也是做得非常好 目前我们主要布局的是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环境感知 当然我们从更宽广的角度来讲 我们把它叫做感知智能 因为其实对于家庭服务机器人 或者说是其他各种类型的服务机器人而言 它所处的环境其实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第二个方向就是跟行为决策相关的 我们把它叫做决策制度 当你把环境感知得很好的情况下 那我们其实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对应地产生相应的 让机器人对应地产生相应的行为 相应的动作 那第三个就是人机协同 就是说我们的机器人始终会处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面呢 是和人放在一起的 人机之间的通过行为手势的交互 一直到后续的比如说我们的情感的交互 这些都是放在了这个研究方向里面 人机的交互协同 其实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就是说 人和机器怎么能够相互协同共存共生 这是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最终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目标 随着这个互联网啊 互联网啊 这种新技术的诞生 以及就是部分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的诞生 包括我们的芯片啊 算法啊等等 那我们希望就是这个机器人不能 不是简单的完成单一的任务 他可以作为管家 能把就是主人 希望他的某些事情能够管起来 比如说帮主人管一些 就是周边的这个电器啊 或者说帮主人看护一些 就是主人希望他看护的 比如说老人啊 小孩啊 认为就是随着这个技术的未来的发展 包括说5G啊 6G啊 那就是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啊 它这样的发展呢 只是给机器人装上去的大牢 那机器人的手和脚 那足够的被指挥被灵活 到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认为就是他是一个伴侣 那这样的机器人到了家庭里面去以后 他其实不但可以帮助机器人 把家里面各种事情管好 而且呢能够为主人这个排难解忧 分忧等等 那么甚至于主人不开心呢 他有机会 他能够约查出来主人的心态 我们就是发展的步骤呢 其实还是一步一步来的 先去做工具 再去研发管家 然后随着技术的发展 再去发展到这样的一个伴侣 鞋子 9月10月1日 3日 3日 2日 5日 4日 字幕提供